今天早上在高雄南子区的马路旁 这匹灰色的马就趴倒在地上 吓坏了不少的路人 许多民众看到之后也都赶快来帮忙 也找兽医来看看 但是这匹马虚弱无力 怎么样都站不起来 所以后来是出动了吊车 将马匹给送回马场 但遗憾的是没多久 这马匹就失去了生命迹象 一匹灰色的马趴倒在路边 看起来虚弱无力奄奄一息 民众赶紧前来帮忙 地板垫了软垫 拉绳绑好两三人前面拉 另外两个人后面推 但马匹似乎更难受 连战都站不起来 只好出动吊车救援 花了一番功夫 终于成功将马匹调回马场 可是很遗憾 没多久不知什么原因 马匹撑不住失去生命迹象 最后在马场丧命 马匹死亡的二号 马场工作人员难以接受 位在男子的现代五项训练中心 里头养殖不少马匹 都是平常工运动员训练马术 只是有围墙也有铁门 马匹怎么会跑出来马路上呢 马场管理是否有疏失 以及这匹马的详细死因 相关单位还要进一步厘清 养了大约12年多的马匹 突如其来死亡 也让马场气愤陷入低潮 民事新闻阿布斯邓山田 高雄市报道